請前夕部吳沖臣次長 吳次長 我想今天這個行政法律法 我想就你在前夕部裡面 關制關規的部分 來說明行政法律法修法了以後 對關制關規以後 將來政府單位的監督 包括我們立法院監督的功能 這個情形會變化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你能夠去解釋一下 報告委員 針對委員垂行的問題 如果以目前兩廳宴的狀況 就是說他如果是以目前兩廳宴的這個狀況來講 他如果是現職的 原來現職的這個公務人員 那就繼續保有他公務人員身份 公務人員的這個潛意 他如果是選擇是繼續這個 我說你現在可能會做我的意的 我說這個行政法人法通過了以後 對 我們的政府單位跟我們的立法單位 我們的民意單位裡面 對於行政法人的監督前線到什麼程度 能不能完全監督或者是只有部分的這個監督 他在因為他我們你是關注關規的部分 我是說對於這部分裡面你來說明 不要講那麼嚴 因為這個監督的這一種功能到什麼程度 報告委 那就以剛才這個任志祺武機長在答覆的這個 如果是說以目前的 以這個現有的這個條文的這個狀況 當然這個看未來在條文上怎麼樣去落實 所以剛剛吳機長在提到這一部分 我就聽得不大興趣 為什麼呢 你不能說看未來的條文 你現在拿出來這個版本裡面 就已經條文寫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要等到未來的這個條文 因為今天我們修法就是在條文裡面 就著名 每一個條文裡面就著名得很清楚 條文的文字都很清楚 那很清楚之下 那你說將來這個條文裡面的這個 這個來做解釋 這個畫面裡面 那要等到以後這個條文 那這個收不過去 是不是我們這一本裡面全部退回去 然後再重新來寫一本條文出來 提個案出來 就 對不對 如果按照吳次長這麼講 吳次長這麼講 那乾脆這本就不要審 那就重新在裡面把它寫好 就是說 將來這個法人監督的這個單位 應該受到這個行政單位 包括立法單位裡面 民意單位裡面的這個監督 應該到這個立法人來做報告 那乾脆就寫明了嘛 對不對 就不裡面的這個立場 當然行政法人的話 他這個就跟未來 這個考試院主管的官制官規 沒有什麼關係啦 我這個關係很大 但是 你不要說沒有關係 但是 就目前 譬如說兩廳院 他行政法人的話 的這種切施 還有今天各位委員所提出的 質疑 可能的這個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 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因為你是官制官規嘛 他們將來修法了以後 你在官制官規的這個監督啦 這個福島啦 在這部裡面 一定要有他的這個 這個功能在嘛 那如果以現在這種 行政法人的話 這個修法裡面 我們將來 這個可以看出來 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 發生說 整個行政單位 變成這扇門 行政法人的話 以現在的這個修法 這個情況來 把他打開這扇門 把他打開了 那打開了以後 行政單位就會透過 行政法人法的這個條文裡面 那麼去成立很多的 把很多的這個單位 那變成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行政法人 法人 變行政法人 那變成行政法人的以後 將來整個 這個這個制度裡面 就會想辦法 每一個行政單位裡面 都會想辦法說 欸我怎麼樣子 用什麼方式 來讓他成為一個法人 法人團體 然後就規避這個政府 包括規避的這個 這個 這個名義單位 這個 立法院的這個監督了 就會有這種 這個 意圖出來 是 這個意圖就會出現 是 我想 因為他是 希望說 我們修這個法 也能夠 因為我們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 官制 官規 能夠做 合理的這個監督 跟這個督導 是 我今天會請你 上台主要在這個地方 是 要有一個 有一個合法性的 所以 在這個條文裡面 應該 應該說明的很清楚 是 我現在請這個 吳局長 您請回 吳局長 是 我想 今天這個 剛剛前面幾位委員 所提到的 就是說 這個行政法人法裡面 希望能夠 召開公聽會 再召開公聽會 那因為我們在92年 林卓水 已經召開了 那因為時間 已經 這個 有六年之多 六年之多 而且已經隔屆了 那你認為說 今天這種 會 這個法裡面 以你的看法裡面 我們 站在立法院的民運單位裡面 這個多數的委員的看法 是說 希望能夠再召開公聽會 那以你的看法 需不需 事實上 事實上 這個公聽會的舉辦 能夠使有關的意見 盡量能容納 這個是所有立法過程 的一個程序 但其實我們在過程裡面 也都一直在 在把學者專家的意見 以及全世界有關的發展 做一些 留意 那新的版本 比舊的版本 也有一些修正 那麼公聽會 剛剛 的確啦 是92年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有開過 那如果 如果委員們認為 或者是我們委員會認為說 還要再 用公聽會 來更做充實 我們 局理 當然 來配合 但是 但是 其實我是比較想的是說 剛剛幾位委員的指教 都談到 實質的 如何使這個監督 這個監督的機制 不至於失去 那同時又希望 能夠達成 行政法人 他的功能 所以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 嗯 當然 開公聽會 是個方式啦 那 事實上 我們在做一些商量 來 以 以委員們指教的高見 我們來整理 整理 這個 條文 然後請委員們 來指教 來把它 增列上去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對 開不開公聽會 坦白說我們局理不變 有什麼很一定的立場 但是如果要開 我們當然來配合 你不反對啦 是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不反對 那這樣就很好 我現在再 請教一下 這個 在我們這次的 行政法人法裡面的 這個 董事會 跟理事會 那董事會 跟理事會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區別 區別啦 對 為什麼董事會 為什麼這個理事會 這個區別 怎麼樣做 做區別 那麼 他大概 可能會增加了很多的這個 閒職啦 這個董事會 跟理事會 可能增加很多的這個閒職 這個 沒事做啦 沒事做這樣 然後 評論他們當一個 理事會裡面 這個理事啦 或者是這個董建事啦 那變成這種 如果董建事的話 他還有他的這個 功能的這個存在 我現在對這個行政法人法裡面 這個法人團體裡面 我現在幾個 幾幾個例子來講 以中原院來講 中原院他有很多的這個法人 中原院啦 行政院裡面 但他這個經濟部裡面 中原院有很多的這個法人團體 包括什麼 什麼中華電信啦 我們現在舉個例子 中華電信公司啦 那包括這個 這個 紡織研究所啦 紡織研究所啦 據我所知齁 我側面這樣聽到 跟這個看的齁 紡織研究所裡面 他是一個法人 但是他很不可思議的齁 其實他這個已經涉及到法律問題 不可思議的在哪一個地方呢 他裡面的董事長 過去的董事長 現在是不是還是那一位董事長 不知道 他的董事長 只要是 紡織研究所 研究出來的 這個科技的這個產品 馬上就計轉 就會計轉到私人的公司進行 那計轉的這個會用又非常低 那聽說 你裡面的董事長 裡面 就是在那個地方 專門在拿計轉的這些 這些這個計轉的這個潛力 而且用低價的這個計轉 給他們自己的董事會裡面 董事會裡面 那一些人 自己 開的公司 那麼在做生產 自己開的公司在生產 所以就會變成這種情況 所以像法人 你說法人法通過了以後 我們以前的這個法人 所有的這個 壁啊 壁案的壁啊 齁 都應該先去瞭解一下 那種實質性的這種變相 那種實質性的這種變相 等於是 形成的開了一扇大門 結果是變相齁 讓那一些人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 你去看看那個那個 我不知道你這邊齁 當然你這邊的前線 你沒有辦法去查到那個地方 那個 這個 紡織研究所 就有這種情形 就有這種情形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齁 這個我合理的懷疑齁 這個裡面的官商勾結 我們來了解一下 我合理的懷疑齁 懷疑齁 這個裡面齁 有這個官商勾結齁 那我在這個地方 另外這一部分裡面齁 因為我們還是擔心說 如果不是一個很完整的配套 法人法通過了以後 就像現在的法人法通過 他們的法團體裡面 政府第一個 記轉齁 這個 政府單位很難去控制 他只要經過董監事會通過了以後 馬上能夠達到他們的 記轉的這個目的出來 齁 那包括將來預算的這個 處理齁 也沒有辦法去控制 他們的預算也不需要經過 也不需要經過這個立法院 也很難去做監督 那立法院要直接去監督 就像剛剛江英雄委員特別提到 他說高鐵公司董事長 高鐵公司他這個法人 結果交通部裡面 我們交通委員會邀請他來報告 他也不來 他就是藐視的嘛 他就自以為說他是一個法人 他不需要向民意單位來負責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惡劣 而且非常不負責任的 因為他們領的是以公務人員 他們的身份 還是叫做公務人員 雖然是高鐵公司 但是他們身份還是公務人員的這個身份 領的是公務人員 你退休金的是公務人員 那既然他們不需要向這個立法院來負責 做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而且規避的立法院 刻意技術性的規避 所以像這種情形 我們都要這個在意 那麼像你剛剛提到說 我們能夠把這一次的這個修法 能夠把這個行政法人 在行政法人法裡面特別強調說 他這個法人必須要向立法院來做這個 向立法院負責 那麼來這個向立法院做報告 監督報告 受立法院的監督 受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所有的預算 必須要經過立法院來審查 所有的這個行為都必須要 行政決策都必須要向立法院來負責 來這個受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那麼這一部分我想 剛剛吳機長你也提到 希望能夠在文字裡面 能夠把它加進進去 你能夠有這種觀念 我認為是非常好 能夠把它加進去 這一點應該沒問題嗎 那個 向委員報告 就是也就是說他那個有關的機制 我們會把它再加強 尤其是剛剛講到 你相關的政府補助的這些款項 那麼在立法監督的過程 他當然應該來類似報告備詢 在其次剛剛提到技術轉移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讓他 讓他要有防備的機制 不會有這個私下的私鄉授受 或者得好處這一種 像這種我覺得我們應該都要 都要把他加入 像現在的這個中科院 中科院他們的這個技術轉 就比較嚴謹一點 中科院 因為現在中科院 如果說以現在的行政法 這種二十條 這個二十條 第一條 如果按照這個條文通 二十九條 二十九條 二十九條這個條文通過了以後 他們就不需要經過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因為他向國防部負責 但是他現在還是要做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如果二十九條通過了以後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向立法院負責 也不受立法院的這個監督 也不是啦 二十九條在處理的 是處理他過度的時候 過度時候的那個轉移的部分 他轉移對啊 但是他其他條文他還是要適用 對 你如果按照今天的這個 只是他的監督比較薄弱 對啊已經沒有了 已經淡化掉了 已經簡化了 簡化監督的功能 對不對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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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裡面喔 今天他成立了以後 完成修法以後 對中科院來講 他在整個受到監督的這個機制裡面 就會這個立法院裡面 就會弱化監督的這個功能 但是就以他本身的這個 潛力來講 七千多位的約聘務人員 因為中科院的這個監督 我們現在才規定 法治的這個監督裡面只是一千人 對不對 那現在他們約聘務人員 達到七千多人 這七千多人都是約聘務人員 約聘務人員裡邊喔 你說這是一個 可能是前台灣省裡面 最大的約聘務人員 超額的這個約聘務人員 有七千多人 那七千多人 這七千多人的潛力當然是非常重要 當然是非常重要 因為不影響他們 尤其他們是專業科技 這個學術科技等等 當然很多人會提到說 這些人的這個潛力應該受到保障 當然他們的潛力也應該受到保障 但是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這個機制 怎麼樣子也不讓我們的行政單位 因為他們的約聘務人員的這種超額 那麼失去監督的這個方向 那麼包括他們整個約聘務的這個任用 那麼這個迷失了他們自己的這個方向出來 所以怎麼樣去約束 因為現在的這種情形 所以他們雖然今天我們有一個提案 就是他們加注的一個 就在第29條裡面 加注 本來我們是在他們說 不得我們這個行政法人 個別組織法律 這個或通用性的這個法規 規定有關職員 有限制的這個員工 潛力保障事項 不得以二字條基 第24條26條字前條規定的這個抵觸 我認為這個文字上在用詞裡面 也覺得怪怪的 這個條文裡面用不得兩個字 或者是抵觸 我覺得這個文字 也有帶傷切 因為這非常強硬的字 這麼強硬的字 不得這個文字非常強硬 你說不適用 不是用於 或者是這個 這個相關規定 這個不適用相關規定的這個限制 這條的這個限制 這個才對 不是說抵觸 然後不得 我想這個在文字上面 也應該修改一下 我想在這個地方 因為實際上的關係 我們希望說行政法人法 當然是重要 但是不要因為變相 成為行政單位 開了一扇大門 造成了很多的這個單位 有企圖不良的 為了規避政府的這個監督 名義單位的這個監督 而去成立的一個法人 法人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陸陸續續的 以法人的名義來誕生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修 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次的修法 就會算是失敗的 是 會算是失敗的 我們希望說 行政法人的修法 是一個成功的修法 而不是一個 失敗的法律 我們在這個地方 做以上的這個